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人生向上的垫脚石 有一个预言故事说到 有一位傻里傻齐的年轻人 人人叫他阿呆 阿呆听说在城外有一座智慧山 山上有一位智者 在他的家中有一种 会使人变聪明的药 他便决定要到智慧山上 寻找这种药 而智慧山的地形相当险峻 但是意志坚定的阿呆 奋不顾身地开始登山 而爬着爬着 他被一颗大石头挡住了去路 石头又高又大 而正当阿呆在烦恼之际 看见脚边有一只粗树枝 突然灵机一动 想起曾经在书上看过的知识 利用杠杆原理将大石头跳落山谷 移除阻碍 让他可以继续前行 而好不容易到达了山顶 阿呆又累又渴 恰巧被他发现了一口水井 便将绳子绑在水桶上 打水上来 一解无水之苦 最后呢 阿呆带着疲惫的身躯 总算是找到了那位智者的家 向智者说明来以后 智者问他 你在来的路上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呢 阿呆就将自己如何 在路上排除万难的经过 告诉了智者 智者听完笑着说 这就对了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 能够使人变聪明的药 人生就好比登山 有重重的考验 但是当你愿意花时间 解决这些难题 便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亲爱的朋友 人生中有许多的挑战 其实都是化了妆的祝福 故事中的阿呆 在登山的旅途中 尝试排除障碍 最后成功登顶 在过程中 所累积的经验 都成为他成长的养分 在圣经中 其中有一个故事的主角 名字叫做约瑟 他从小就被哥哥们陷害 辗转被卖到埃及当奴隶 也曾因为拒绝女主人的要求 而被栽赃 甚至被陷害下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 而是选择在困难中 倚靠上帝 最后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还把他的父亲和兄弟们 从饥荒中拯救出来 约瑟所胜过的每一步挑战 都是上帝为他预备 要使他成为宰相的垫脚石 亲爱的朋友 想要向上迈进 脚下的垫脚石 必须要够高才行 而当我们愿意在往上跨一步时 不只离目标更近 也使我们变得更加精实强壮 今天面对眼前的挑战 往上再踏一切 上帝必会使你超越环境 不断进步和提升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都已经得胜有余了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